自駕旅遊,享受無拘無束的自由行程 還是喜歡偶爾跟團 跟著大家一起輕鬆認識當地 說到金門旅遊,妳會怎麼玩? 這次我們要搭著台灣好行F線 上月明、清、民國以及戰地政務時代 再回到現在 一起感受這六百多年的歷史與文化 尋程去 昨天晚上已經在網路上訂好票了 所以我們現在在京城車站 等一下準備去找工作人員換票 就可以上車出去玩囉 剛才我們經過所謂的官路堅 是官員所謂遷徒舍城的這條路附近的村莊 所謂官路堅是一個村莊的名字 所以就證明說這條五官道 它確實是明朝官員行走的道路 現在第一站我們要下車的是北門 今天總共會經過金門四個重要的城門 登上北門可以眺望明依老街喔 這就是北門 然後明依老街是目前全國唯一保持明代建築的老街 非常值得一看 聽過講解之後才知道 過去這個地方其實有一座北越廟 北越在五行中屬於水穴 不過在八二三炮戰的時候被炸彈打中 現在已經什麼都看不到了 對啊真的有點可惜 然後呢在老街的另一頭 有一座王宮廟 王宮廟主要祭祀的是王宮 祈禱可以稻米豐收 所以街頭街尾剛好是水米對望 這樣子在風水裡面其實是非常好的 所以這條街在明朝的時候是非常非常興盛的 也稱作百宮之街 沒錯 第二站下車的是全金門三座城皇廟當中最古老 建置明朝初年 距今已經有超過六百多年歷史的 地城皇廟 第三站是西門 這個地方因為第四比較高聳 因此在過去有水在尋放的功能 因為站得高高的 所以你可以跳啊 廈門新建州的大橋還有這片藍海 對啊這個地方視野超好的 第四站是追養祝節廟 當地人多稱它為聶王廟 這座廟有砥力士氣的作用 因為在安省之論的時候 駐守這邊的將軍 作戰到最後只剩下一兵一卒 非常可憐 對聽說死狀非常的慘烈 所以呢稱為聶王 第五站是南門 目前是金門救救場的廠房大門 聽說啊以前這個城門上還有八個字 就是故若金湯熊鎮海門 也就是金門這個地名的由來 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 金門酒廠的福利社沒有開有點可惜 不過在廠區的外面還是可以看到這口 寶月谷泉 它對於高粱酒的製造可是非常重要 因為據說這個泉水的水質非常的好 金門救救場旁邊就是夜馬城故居 它對於金門高粱非常重要 所以也被稱為金酒地主 雖然它現在已經不在世了 但是它的故居被政府改為一個展示館 可以了解高粱酒的文化 還有整個製作的過程 從金門救救場走到文台寶塔的路上 會經過夜市酒釀彈 它是由葉華城先生的職子所創立的 非常有名 金門有山中有名的彈 泰湖的混蛋 金門的酒釀彈 還有一條根藥扇彈 沒錯 那我們現在就來吃吃看這個夜市酒釀彈怎麼樣 好漂亮喔 它的那個蛋很有彈性 入不像一般水土蛋 有點稍微軟 有點入味的 金門有三座重要的塔 分別是茅山塔 稻林塔 以及我們身後這個 溫台寶塔 因為金門這邊的樹比較少 很容易被對岸看到 所以前面兩座塔 就已經用炸藥炸掉了 而且其實這一座 聽說當初已經買好炸藥 就是要把它炸掉了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就是 很幸運的沒有引爆 然後當地居民就去跟軍方交涉 就說他們當地的學生啊 都會敗第三層的魁心爺 就是祈求考試順利 所以最後就同意把這個六百多年的 原本的古塔保留下來 那這個蕭惡庭在民國初年 有留下來它的老照片 因為炮戰時期 這個田被打毀了 打毀以後呢 我們民國89年 憲政府重修這個景點 再給它復建 搭台灣好心有一個特色 就是像這個旋程區啊 它每一站都會有解說 有些是你可以坐在車上聽 然後一邊看風景 然後另外一種就是你實際走下車 去探訪福祭的那一種 對啊我覺得還不錯 而且可以更了解這邊的歷史文化 還有一千三百十字 我會叫千五十字 在古岡湖畔的梁山上 有一個由魯王親手提的 漢影雲根結 來說明它當年明末的時候 在金門的心情 不過因為大地震的關係 這個石頭已經倒塌了 而金門政府在那個上面 做了一個新的喔 終於來到最後一個城門了 這裡是東門 據說這四個城門啊 以前全部都是連在一起的 但是因為國軍來到金門之後 把他們拆掉作為防禦 所以就只留下每一個這個門而已 正常來說一般人只會有一個種 但是魯王在金門卻有三個種 第一個就是這個魯王移種 就是說大家以前還以為它是站在這邊的 不過事實上啊 它是站在梁山那邊 就是第二個真種 然後但現在真種的那些骨骸啊什麼的 都已經移到第三個種 也就是新種 所有的東西都在小淨村那裡 從早上八點半 一直到現在大概中午十二點半 將近四個小時的期間 我們搭了台灣好行F線 巡程去這樣繞了一圈 然後剛才也在金城老街那邊吃的東西 現在準備要到其他地方去看看 而且平台灣好行的紙本特券 發生四具公司都是免費的喔 超方便的 我們現在在聖子貢堂的店裡面 我們現在在聖子貢堂的店裡面 忙完的時間又來偷一些伴手禮給台灣的親朋好友 因為其實這個台灣好行的套票啊 就是它有跟金門一些非常著名的伴手禮店家合作 像是貢堂啊鋼刀店 一條根店或是牛肉乾等等 都有 有時候會有一些小禮物或是特定的折扣 那我還不夠多買一點 多買一點來吧 想拉得更好 來店裡 只要有消費就會送 我們又回到金城車站了 搭乘台灣好行F線巡程去之後 發現金門真的有好多值得去旅遊的地方 而且普通的導覽都非常深入的 對真的是這樣 而且像我們這次買的是半日券 另外還有一日券兩日券 也有比較大眾觀光的像是水頭宅山路線 古名頭戰場路線 又有那種比較特別的主題 像是風獅爺路線 半天就帶你看完幾乎全島的風獅爺 而且買了這張券 除了拿來搭車 他還要看一些在地商家合作 所以拿這個去買都會有一些購物的折扣 重點是在9月30號以前 也就是大概暑假這段期間的時候 你持電子票增上車 直接就是半價優惠 也就是這樣半天的導覽搭車解說 只要一百多塊錢真的是超級划算的 好啦說了這麼多 那我們四季的下個邮件 掰掰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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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you i know you